七位大法官被提名人一字排该 其中最醒目的就属这一位 姚被提名人 跨越不同党派的政治硬件领袖 姚立民真的超越党派哦 曾经以新党身份当过立委 也是倒扁运动副总指挥 柯文哲2014选台北市长 姚立民就是竞选总干事 今年总统大选 他也是赖销进总主委 民众党团就批评 司法院副院长提名政治仇拥 历年之罪 他能够把复杂的问题化繁为简 帮过赖清德竞选的 就可以鸡犬升天 他过去什么党都待过 甚至说过民进党是垃圾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变色龙 那今天赖清德去任用他 我觉得是很大的争议 副院长被提名人有争议 院长被提名人也有杂音 先前宪法法庭 针对国会改革法案进行言辞辩论 当时鉴定人张文珍 就主张蓝白法案属于危险 总统直言说他观察我很久了 这群人的政治意识形态 恐怕是非常鲜明的 那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进行提名 想要强势闯关 真的对于台湾的这个法律 未来的司法改革 未来法律的公信力 是有帮助的吗 意识形态有多鲜明 政治色彩也很明确 被提名人之一的廖福特 不只是学者 还是现任民进党仲裁会主委 去年赖清德就任党主席 他就是尖交人 至于另一位大法官 被提名人刘静怡 则在2018年把管案中 大肆批评管中敏一炮而红 而刘被提名人 在国际学术参与也表现亮眼 历经一个多月 大法官名单终于揭晓 未来送进立院审议 但届时蓝白党团 恐怕都不会给个赞 是不是一起比赞吗 好 大家婉拒了 TVBS新闻众口报道